女孩明明是真公主 却从小被丢弃在孤儿院受尽折磨 而她的亲生父亲和哥哥 却把收养的假公主视若珍宝 还说女孩是个冒牌货 她们的宝贝只有假公主 看到她们如此绝情 女孩绝望了 最终在无尽的孤独中悲惨死去 孤儿院里 小女孩端向着自己的模样 好半天才确认自己确实穿越了 还穿成了全书结局最惨的真公主林娜 一想到小时候被院长打 长大了被父亲和哥哥骂 最后的下场还那么细思 琳娜就特别担忧 她绝不能就这样坐以待敌 这时另一个小女孩突然出现 只欢琳娜去厨房做饭 这个孩子名叫特林 是孤儿院院长的狗徒 平时特别喜欢欺负琳娜 如其然她故意半倒走向厨房的琳娜 但与之前不同的是 这次她居然扶住了她 这让琳娜很诧异 本能地向背后摸去 怕特林又搞了什么恶作剧 可特林拽住了她的手 直接拉她向厨房奔去 琳娜借口支开特林 她连忙检查自己的身体 在口袋里发现了一样东西 是院长的戒指 特林果然要陷害自己 如果被院长看到了戒指在自己身上 她一定会被打死 琳娜心生一记 她也趁特林不注意的时候 她半倒 然后洋装关心地上前询问 吵闹声引来了院长 看到院长面色不善 特林赶紧说都是琳娜搞得滚 故意把她半倒在地 琳娜秒变委屈小可 说明明是你自己不小心怎么能怪我 围观的孩子们平时也经常被特林欺负 纷纷帮着琳娜说话 特林眼看局势对自己不利 连滚带爬凑到院长面前 说她看见琳娜偷了院长的戒指 就藏在她的口袋 院长听后立马暴怒 上前就要掐她的脖子 谁知琳娜动作更快 她一把脱下自己的外衣 翻出所有口袋证明自己没偷戒指 其他小孩也为琳娜证明 说她一直在一楼没有去过院长的房间 可特林一口咬定她看见琳娜偷了 琳娜死死盯着特林 可是今天只有你去过院长的房间吧 她终于反应过来 原来琳娜故意半倒她是为了嫁妨她 她疯狂解释不是自己干的 都是琳娜陷害她的 跟院长一巴掌把她扇倒在地 我供你吃喝你居然还敢偷我的东西 说着就要把她拉走找她算账 特林奋力挣扎 嘴里一直说着今天不可以 好不容易得来的机会不能就这么错过 琳娜这才注意到她今天的穿着很不一样 行为举止也不同 琳娜突然想起来 莫非今天是巴洛特大公来孤儿院领养孩子的日子 巴洛特家族因为特殊的能力 一直被外人称为受到诅咒的家族 为了洗除恶名 他们曾去孤儿院收养孩子 琳娜想到自己如果要改变未来悲惨的人生轨迹 就要获得大公的帮助 为了率先见到大公 琳娜特意在孤儿院门口扫地 等了好久外面终于传来了马车的声音 琳娜准备就绪 推开了孤儿院的大门 只见两个身穿华服的男人正站在门口 面容冷峻的男人就是巴洛特大公 旁边稍显青涩的少年应该就是大公的儿子 看到来人琳娜露出笑容 哥哥你长得好漂亮 可爱乖巧的模样瞬间赢得了少年的好本 少年名叫温迪 琳娜想起来她是原著中的男配 因为没有得到假公主埃拉的爱尔逐渐多米 最后成了反派 琳娜主动牵起她的手 要带他们去见院长 这让大公微微一愣 别的孩子一见到他们就因为害怕诅咒下的枝枯 这个小女孩真是与众不同了 琳娜带他们找到了院长 大公说明了来意 他们要暂时领养一个孩子 院长赶紧去给大公挑选合适的孩子 没想到大公阻止了她 她看着怀里的小女孩 不用了 我们就要这个孩子了 小女孩没想到 只是刚刚才见面 大公殿下就坚定地选择了自己 待她离开了噩梦般的孤儿院 琳娜为了不辜负大公的好务 表示自己一定会好好干 大公却让她安心享受生活就好 并且会在报纸上公开收养她的消息 温迪也笑着调她 你这么受要多吃好吃的补补身体 就在这时马车突然剧烈地颠滚了一些 琳娜没坐稳眼看就要摔倒 好在大公及时护住了她 关切的眼神让琳娜愣住 这还是她第一次被人这样爱护着 原来是旁边的路口 突然窜出来一辆马车急迟而过 琳娜往窗外望过去 只见那辆马车里 居然坐着一个泪流满面的男人 等回到大公府 琳娜看见那一排排站着迎接的庸人们 顿时觉得好有压力 突然眼前闪过一道白光 琳娜下得赶紧往大公怀里钻 好在那只是一台照相机 谁让摄影师直接吓得贵倒在地连连磕头求揉 这倒让琳娜很奇怪 平民见了贵族也不至于怕成这样 难道是因为大公家的诅咒吗 大公挥手让摄影师退下 抱着琳娜进入了宅地 管家爱德和侍女长露西前来迎接 琳娜向他们行礼问好 也感受到了大家友好的善意 但她却告诉自己不能沉迷下去 毕竟大公只是暂时收养她 她必须抓住机会改变现状才可以 这时另一位少年出现 这是大公的小儿子戴尔 琳娜也正式向父子三人介绍自己 我叫琳娜今年六岁 感谢你们收留我 戴尔年纪和琳娜相仿 很快和她熟络了起来 这倒让琳娜有些意外 这家人并不像外面传闻说的那样恐怕 也许就是因为不怎么和外人相处 所以见到自己的时候才格外兴奋吗 这时戴尔问琳娜的小名是什么 可琳娜并没有小名 大公给她献起了一个 就叫叔叔怎么样 听起来就像奶油泡芙一样松松软软的 原来自己像面包一样吗 很快到了吃饭的时候 温迪抱起琳娜准备去餐厅 戴尔吵着也要抱 可哥哥却告诉她现在不可以 她力气太小会让琳娜受伤 等到她能连续挥剑一千次的时候才行 戴尔跃欲试 我一定会好好努力的 兄弟俩把琳娜抱上座位 如此细心体贴的照顾 好像他们真的是亲兄妹一样 她有着爱她的父亲和哥哥们 有着安稳的生活 不用再受到生命的威胁 可事实却是她是被皇室丢弃的公主 稍不注意就会命丧皇权 琳娜不禁感叹 要是你们是我真正的家人就好 那你以后就叫我温迪哥哥吧 我也允许你叫我戴尔哥哥 终于到了吃饭的时候 女孩被面前的美食震惊了 她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多好吃的东西 温迪拿了一块奶油泡芙递到琳娜面前 琳娜大口品尝着 边吃边感叹自己以前实在是太可怜 居然错过了这么多的美食 以后一定要天天吃好吃的 各种美食大口大口往嘴里塞 可吃着吃着琳娜突然感觉胃里一阵巨痛 忍不住开始呕吐 在众人焦急的目光中 她眼前一飞晕了过去 女孩刚吃了人生中第一顿饱饭 突然就腹痛男人呕吐不止 甚至直接晕了过去 琳娜发现自己身处一个陌生的地方 刺眼的阳光照耀着一望无际的金色麦天 冥冥之中有个声音一直在引导她 只有你可以唤醒我 琳娜看着面前沉睡的女孩 赫然发现她居然是长大后的自己 琳娜意识到 这里是原助理把自己囚禁致死的精灵镜中 琳娜悠悠转醒 发现自己躺在床上 而大公祖的众人都关切地望着她 医生经过检查 确定是因为琳娜之前一直处于营养不良的状态 肠胃过于虚弱 突然吃了大量高油高糖的食物肠胃不适应才会肤痛 好好调养一段时间就好了 大公温迪和戴尔也都在关心着琳娜 只是琳娜有些奇怪 他们为什么要离自己那么远 温迪一直回避着她的眼神 难道是嫌弃自己了吗 琳娜这才意识到 自己自从来到大公府好像都没洗过头 再加上吃饭食吐了又昏睡了两天 身上的味道简直能熏死人吧 琳娜下意识跳下床 对不起我把床单弄脏了 温迪赶紧劝她不要剧烈运动 大公则让侍女长带琳娜去吸走 还低声叮嘱了她什么 目光不似之前那般此爱 反而有着什么顾虑一般 在侍女长的细心照顾下 琳娜洗去了一身的污垢 却洗不掉她心头的担忧 侍女长问琳娜和大公少爷们待在一起时 有没有身体发麻或者颤抖不止的感觉 琳娜不明所以 其实这是巴洛特家族的秘密 因为他们世代相传的 蕴藏在体内的强大力量 会让接触他们的人感到身体无视 久而久之外界就传言大公家身负诅咒 大公那沉重的表情 正是怕她遭受了诅咒的折磨才会晕倒的 但在琳娜的心里却满是愧疚 大公殿下对她那么好 她多想现在就告诉他们不要担心自己 侍女长带琳娜来到衣帽间 满屋子都是给她准备的华丽衣裙 任凭琳娜挑选 因为时间紧迫这些衣服都是现买的 很快我们就会安排裁缝来为您量身定制 琳娜的内心被温暖包裹 从第一次见面开始 大公就非常尊重她询问她的意见 注意各种细节 大公呵护她 温迪和戴尔爱护她 侍女长也对她很好 从孤儿院来到这里 她就像来到了天堂一样 她觉得大公他们与自己那么相似 她是不被任何人爱的真公主 而大公一家因诅咒而被世人孤立 琳娜与大公一家的相遇 就像是两床孤独的威光依偎在一起互相取暖 她不希望大公他们怕诅咒的影响而躲 看着哭泣的女孩 大公把她拥入怀中 求你们不要躲着我 不要讨厌我 男人身为皇帝 却一直奔波在全国各地 只为找到分离了六年的孩子 当皇妃告诉她皇后因为难产去世 孩子也没有保住时 皇帝崩溃了 虽然她亲自为孩子举行了葬礼 但她一直有一种感觉 她的孩子还活着 因为在孩子出生的那一刻 她感受到了强大的精灵力 于是她抱着一线希望 辗转于全国各地的孤儿院 渴望能找到那个孩子 就连皇子卢卡斯也盼望着能和弟弟团聚 她用画笔描绘着未来与弟弟在一起的美好画面 我会教她见识 会背着她一起玩 还会在弟弟生日时给她准备许多礼物 颗礼物堆积得越来越多 卢卡斯的期待却越来越模糊 弟弟到底在哪里 除了卢卡斯这个皇子 皇帝还有皇妃所生的一个女儿埃拉 因为与皇妃是政治联姻并无感情基础 所以她并不爱这个女儿 所有人都劝她不要再找已经死去的孩子 但她却不想停下 我绝不会放弃 一定要找到你 琳娜扑在大公的怀里痛哭流涕 怕他们不要躺 在大公和哥哥们的安慰心 琳娜逐渐平复了情绪 大公还端来了热汤亲自喂给她喝 只是毫无带娃经验的大公一下子就把琳娜烫得凹脚 看着女孩委屈的小表情 大公不禁感叹琳娜身体还是太柔弱 自家那俩儿子吃啥不剩啥特别好养 更加坚定了她要养胖琳娜的决心 大公和琳娜保证只要她好好吃饭养好身体 就会给她吃别的小朋友都没吃过的好东西 这天温迪和戴尔在花园里带着琳娜一起迎 叔叔快过来 随着戴尔的招呼 琳娜忙不迭地朝她跑过去 戴尔悄悄塞给她一块点心吃 让她对哥哥保密 而温迪则在本子上写着什么 自从琳娜上次晕倒后 她就与医生制定了健康记录 随时记录琳娜的活动日常 叔叔来哥哥这边 听到温迪的呼唤 琳娜又忙不迭地向她跑去 这已经是她这样两头跑得不知多少遍了 叔叔快来 哥哥教你剑术 听到戴尔再次喊她 琳娜受不了了 你们这样叫我我真的很累了 没关系哥哥来你这边 戴尔说着就挥剑朝琳娜奔去 远看情况不对 温迪连忙把剑上前挡住了戴尔的剑 是则她居然就这样挥着剑跑来 万一伤到了妹妹可怎么办 戴尔终于意识到自己有多鲁莽 连忙冲琳娜道歉 可怜兮兮的模样让琳娜忍俊不惊 戴尔哥哥真是太可爱 大公看着三个玩闹的孩子 听着是从关于孤儿院的调查回报 那里的孩子一直吃不饱饭 基本都是营养不良的状态 而且穿的衣服都很单独 除了院长是其他的房间都很冷 看来孤儿院院长私吞了很多资助金 否则孩子们的生活条件不会如此糟糕 看着一直以理性著称的大公 居然露出愤怒的表情 侍从突然觉得林娜很可能会真的成为这个家的一员 大公命侍从带林娜过来 她有些话要问问她 一直温柔的大公殿下突然冷了脸 语气严肃地问着女孩孤儿院的事 这让林娜心里一惊 她不会是现在就要把我送回孤儿院了吗 自己来到这里还不到两个星期 就已经被大公殿下咽弃了吗 林娜紧张地思考着 大公意识到她误会 赶紧解释不是要打她 只是想问问她关于孤儿院的事 为了安抚林娜的情绪 大公递上一个盘子 这是之前答应给你的好吃的 快尝尝吧 原本以为只是普通的泡芙 可她冰凉的触感让林娜非常意外 这是冰淇淋泡芙 以前有个人也非常喜欢吃 看着大公伤感的眼神 她应该是想起了去世的大公妃吧 大公询问林娜关于孤儿院院长的一些信息 林娜心中暗息 她一定要趁此机会 把指挥欺负孩子们的院长出去 林娜嘴上说着院长人很好 却在不经意中 透露孩子们吃不饱穿不能 每天还要干十几个小时的活 那她会打你吗 当然 我是孤儿院最没用的孩子 所以我努力学着干活 想着以后去一户好人家做个女 愤怒让大公攥紧拳头 林娜抚摸着大公的手 被反手握住 她向林娜保证 以后不会再让她这么辛苦 林娜鼻子一酸差点落下泪了 大公答应林娜严惩院长 让孩子们过上翅膀穿暖的生活 几天后 戴尔和侍女长带着林娜出去了 因为是第一次出门 林娜看到什么都很好奇 看到林娜一直盯着路人手里的饮料卡 戴尔直接跑出去要给他们一杯 侍女长还没来得及阻止 只好带着林娜去旁边等 各转头一看 人已经不见了 与此同是一条小巷内 林娜看着面前的孤儿院院长直接懵了 为什么院长在这里 等看到她身后穿着斗篷的男人林娜才反应过来 黄飞的人又来了 在原著中黄飞拥有着一个秘密组织白魔塔 自从林娜被黄飞扔进孤儿院后 每隔一段时间 黄飞就会派人来吸取林娜体内的精灵力 只因黄飞的女儿埃拉虽然是皇族 却没有精灵力 黄飞为了自己的女儿 就一直吸取林娜体内的精灵力供埃拉使用 一想到那种被剥离力量的痛 林娜就浑身发抖 她想逃跑 可男人已经拿出了吸取力量的宝石道具 在挣扎的过程中 林娜打碎了男人携带的药水 这下彻底激怒了男人 你居然敢反抗我 女孩虽为帝国的公主 却从小被黄飞扔进孤儿院受尽搓脱 还派人吸取她体内的精灵力供甲公主使用 哪怕林娜已经逃离孤儿院 黄飞的走狗依旧找到了她 眼看吸取精灵力的宝石就要碰到自己 林娜大声呼救 大公殿下快救救我 谁知下一秒 大公如神兵天将一般突然出现 她怒斥男人 快把你的脏手拿开 看到大公一家全都懒 林娜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可男人丝毫不慌 她催动魔力 很快变出一个宝石头倒在面前 企图以林娜为人质要挟大公 这可怎么办 林娜焦急地环顾四周 注意到她刚刚打碎的药水片 她不再犹豫 捡起破碎的瓶子 把锋利的利刃直接插进了男人的后背 保护罩也随之消散 大人看准时机挥剑而去 下一秒男人就如死狗般贪软在地 林娜死死盯着掉在地上的宝石 连抬手的动作都相当艰难 她想拿到宝石 可身体却一动不动 就在这时温迪抱着她就要离开 林娜急了 不行啊哥哥 必须要毁了那个宝石 话音刚落地上的男人突然动 眼看她就要拿到宝石 突然被戴耳一剑劈开 叔叔快看哥哥帅不帅 但男人并没有放弃 他飞快地念着咒语 身下呼地展开一个魔法阵 宝石也漂浮起来回到了她的手中 她的身体逐渐变得透目 眼看着她带着宝石就要一起消失 把剑垂直劈开 保持把男人的手死死钉在了地上 强大的力量直接震碎了男人的心脏 彻底吐血而亡 大公毛子里的杀意尽险 可惜了 没控制好力量 父亲 这家伙死了我们就不知道 他为什么绑架叔叔了 没关系 我们还有一个 只见大公扔出剑 直接斩断了孤儿院院长的头发 院长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向着大公连声求饶 大公看着他仿佛看着一坨垃圾 眼睛里没有一丝温度 你居然敢害我保护的孩子 看着以前趾高气昂的院长 如今像小狗一样跪地求饶 想到以前受的那些欺辱和折磨 林娜委屈极了 温迪紧紧顾住女孩 没事了 以后我们绝不会让别人欺负你 大公问院长那个死掉的男人是谁 可院长不敢说 说了就死定了 大公轻烈地笑了 你做了这种事 还指望自己能活吗 他拔出剑指着院长 温迪戴儿你们看好了 就算对方微不足道 也要斩草除根以防后患 眼看父亲就要动手 温迪和戴儿赶忙阻止 叔叔还在这 他看到这种场面会害怕 大公有些懊恼地疯了 是他疏忽了 他让温迪先带林娜回家 可院长突然叫住了林娜 如抓住救命稻草班求林娜救救他 求你了 我真的错了 但林娜只是看了他一眼 转头问大公是不是要换新的孤儿院院长 孩子们不用再挨打挨骂了是吗 再也不用挨恶受冻 每天被逼着干活了是吗 得到大公肯定地回答后 林娜笑了 院长 以前我求您帮我的时候 您没有答应 就连刚才我向您求救 您也并没有理睬我 现在求我已经晚了